这个是一个字按钮,但是有时候习惯上还是会希望在这边插入一个制定函数,名称也许叫成绩函数 那怎么做,先记得,名称先复制一下,稍打两个字 记得,如果你要制定一个函数的话,插入程序的时候不能选SOP,一定要选Function 名称的话,我们叫成绩函数好了,比如说这边的话,我就给它那个成绩函数 那我这边输入成绩函数,切记哦,一定要是Function,如果你没选错的话,应该OK 因为这里还是有同学选错了,那就直接选到SOP,奇怪怎么差没有,我一看,明明上面就是SOP怎么会有 所以你记得,如果它这边是SOP,绝对不会出现,一定要是Function 那一样会产生一个endFunction在这里,那Function跟SOP最大的不一样,第一个就是说 那SOP是跟使用者,这个地方它不需要跟使用者要任何资料,反正你执行,它就会直接就输出了,它也不会问你任何问题 但是Function的话,它最大的差别是,它会跟使用者去要一些资料,要什么资料呢? 它一定会跟使用者说,你给我平均成绩,取消一下,记得按取消 然后,所以呢,跟使用者怎么要成绩呢?记得,在这个刮壶,这个刮壶指的就是跟使用者要成绩 你给我一个平均成绩,我才有办法帮你处理后面的,第一个,那这个地方就会跟他要一个成绩了 那跟他要了成绩之后呢,有没有,我将来会在那个视窗上面,会跳出什么 这类似像这样,比如说这边我把它,现在应该就会出现那个使用者定义了,这个时候也会出现 那这边会出现平均成绩,这个名称,当然你将来如果要打英文也可以,有同学问说,打英文打中,都可以 反正你打什么,这边就会显示什么,刮壶里面打什么就是这边 那比如说你给他一个平均成绩,有没有,他就会帮你怎么样 把这个平均成绩80.0,先存在这个平均成绩的这个引数里面 可是存了之后呢,那你就要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他给你,给你就放在这边嘛,那你就是怎么样 再到底下,做逻辑判断,这个逻辑判断其实跟刚刚这个地方的那个sub的还蛮像的 只差别没有4nets,因为我们将来还是向下填满,所以不需要4nets 那所以我拿刚刚这一段的程式来修改好了 就是一幅,刚刚的写法是这样,不过因为4nets的缩牌太 右边了,所以我怎么样呢,把它按shift加tab tab是增加缩牌,shift加tab是减少缩牌,就是指的是2牌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sub是直接去抓e欄里面的资料 可是呢,现在这个地方平均成绩,是你使用者提供给你的 所以你这边不能用去那个什么,出称歌抓资料过来 而是什么?使用者给你,然后你就判断 判断完之后的话呢,当然我们最后sub是直接丢出到h欄 但是呢,在function的流程不一样,它是丢给这个函数本身 所以你记得把这个函数本身复制一下,贴到这个 所以记得,就是改两个地方,一个是改平均成绩,是谁给你的?他给你 那最后的东西丢给谁?丢给成绩函数自己本身 这样的话就完成一个互动的流程 所以呢,因为他把合格不合格丢到这边 他储存之后,存在这个函数本身 那因为你游标放在某个储存格 他又会把函数得到的合格不合格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 帮你把结果给做出来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执行他了 不过特别注意哦,如果你看到function,记得不要做一件事 因为之前有同学说,老师为什么不能执行啊? 然后他就按这里,然后一直跳这个 按,就是叉叉,然后再按 我说,function特别注意,function不是在这边执行的 如果你要执行function,记得哦,一定是到哪边呢? 到这边的使用者定义里面去执行 所以特别注意哦,常常会被问到一样的问题啦 那因为大家可能还不太熟悉这个sup跟方圈的差别 所以我们就给一个成绩,合格不合格返还 那当然你可以向下填满,结果就出来了 OK,应该这样就没问题 那一样啦,如果你要把什么呢? 把那个合格不合格改成什么多重的话 那改法一样,复制贴上,把这边改成多重 那改法其实跟刚刚还蛮像的啦 一样给一个平均成绩 到这边的话呢,我给一个平均成绩大于等于80嘛 所以其实刚刚,这不是A啦? 所以改法跟刚刚一样,那你就是等于再做一次吧 Ctrl C,Enter 然后这边,那一样这边改成是A到10 所以这边干脆就搬一下 搬一下 那这边改成70 这边改成B 这边改成60 这边改成C 反之的话那就是D OK 所以程式就改完了 应该知道我在改什么啦 因为我一边一只手拿麦克风改起来比较 只有剩一只手改起来 但实际上打程式快慢并不在于你有几只手啦 打对才重要 因为很多人打很快 但是全部错 再来,最后还是找不到错 会写程式的人真的不用快 因为很多人打得很快 但是一直在改,一直在改 所以有些时候问工人说 你到底怎么改出来的? 他说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都改完之后 他跑了正确就好了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所以当然,不过我是觉得啦 这样来写程式都很危险 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为什么 前因后果 那我们今天还是彻底了解 确保每一个程式都是可被控制的 可被了解的 所以做完之后一样 我们就是一样 清除掉之后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直接成绩多重 给一个成绩过来 但是你会发现 有一个讯息错 奇怪,这里为什么没有returns 空的 道理很简单 还记得吧 刚刚错哪里了? 我不是改了这个名称 对不对? 那我讲过 下面这边有没有 也要跟着改 因为这个也是常犯的 因为好像贴很开心 那贴完之后 最后还漏了一个什么 把那个多重两个字 要补在这个后面 因为他名称改了 我们是延续刚刚的 所以你如果要返还的话 一定要记得 要返还给这个函数一样的名称 那如果名称不同 他会漏接了 他丢回来 奇怪 你明明要丢给我 你怎么丢给上面的 上面的他不负责 跟他无关 所以他会漏接 回来就没有资料 就错误了 就会是零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边return 0 因为抓不到资料 预设值 Function就零 那你可以重新再打勾一下 他就出来 像像填满 就完成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Function的两个 其实跟刚刚差不多 执行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的 所以 这个程式在云端上也有 就是这一段跟这一段 那待会的话 因为讲完之后 就同学就会问说 老师可是问题是这样 我们工作里面 除了设定函数跟Function之外 像这个我希望差不多 就是如果输出的话 除了有资料之外 看不清楚 那我希望怎么样 帮我变个颜色可不可以 比如说A 可以用个蓝色好了 B可能用个黄色的底好了 C可能用个框线 反正各式各样的 只要能够表现它是不同的 就好了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干脆顺便也改一下格式 当然可以 所以待会我会讲一下 我们比较常用的 输出顺便修改格式的方法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请各位试着把那个 制定函数的部分 两个 一个是乘积函数 一个是乘积多重函数 那记得就是说 一定要是插入一个Function 大概了解这个逻辑 其实我觉得 主要还是你只要把这个逻辑记熟的话 以后无论写什么样的Function 都是没有问题的 试一下